Hello大家好,本期视频是这个野蛮优化系统企业版文石的第三个视频,测了二十几个游戏 先说下这个结论,结论就是如果你没有更新这个1069系统,你可以先尝试更新1069系统,看一下你的游戏会不会有改善了 然后你觉得如果还是调整的话,可以再尝试这个野蛮优化系统,视频里测的游戏都不会闪退的 然后其实都可以达到我视频做的这些帧数的 其实这个优化来说,1069系统是改这个GQ调度逻辑,是什么之前的区别 之前是GQ猛充了,甚至是GQ猛将,也会导致问题,但优化系统还是有这个制定锁屏档位 它可以像我这样锁住这个GQ,我可以自己改这个调度 然后像上古这档游戏就可以直接玩了,之前是上古档光的都很少 我这个最新版的上古有这个万象,万象移动好像黑黑一样这种抹杀是不错的,然后画质也有优化 持续什么的都可以全手柄来操作了,比这些好很多 然后就看一下其他游戏的表现,你们这边有其他游戏想让我测的话也可以让我测一测 因为我这边游戏基本都测完了,我要死了 然后是个地平线,其实没什么特别的可以讲的 因为刷了1069之后不去不闪退了,完全可以玩那个状态 虽然我没测多久,但是很多人测了很久了,不闪退 这个瓦数也是比较变态,我现在看了基地,然后开了阴影了,我觉得这个瓦数算12瓦 能耗比强到没朋友,不知道为什么续航可以这么强 为什么这个版本就是这么强,然后看一下这个跑分 这边是中高性能档,测试这个地平线,这是结果,然后这边再测一下,前面是拿电池测的,再测一下 感觉这个地平线5的话,之前测是65帧最大,现在涨了4帧了 这个驱动感觉就有点夸张,平均可以到69帧,那是之前抽灭跑到过的一个高震数了 看起来还是一样的结果,就是这个结果,69帧,相当的恐怖 然后这边是原神720P中画纸,随便测一测 玩下来的话,它这个还是蛮这个CPU主频的,以前大概感觉10瓦 后来发现好像并不行了,如果有特效的话,还是要比较高对高瓦数 要将近20瓦才能在中特效下玩,不然这个帧数不能保持基本60,就掉下来 测试这个人形,还要测试4个大,不然有人说,平坦国产游戏 这就是原神也是能玩的,就是这个原神也是能玩的 就是这个日版的这个原神,它这个 不需要加载还是比较麻烦的,它完全是很流畅的,瓦数也很低 嗯,是吧,只要你玩的时间够长,你就不会卡,就这个道理,刚开始进去肯定很卡 因为它架子还可以种各样的东西,架子还会变成,就不卡 我这边是稍微加载了一下,只要不出新场景,就不卡 新场景,它就会读东西,被我这种惊恐挡住,它就会卡,卡一下,但越玩越流畅的,这个东西是 这下是个西剑锤多人组的幸福生活,这个游戏感觉和之前没有什么太大差距 之前测下来好像也是这个表现,瓦数还是低的,和之前测的话瓦数还是有所降低的 嗯,是低画质,然后是720P,锁的30,看了这个AMD绿化,整体来说没有什么太大变化 然后,如果你想玩的话,可以看看我之前的视频这个链接,有这个下载链接 嗯,最新版本的学习并不好,要想那个旧版本的学习,它再不会这个赞助卡顿 有些说卡顿是游戏造成的,所以说也不让老师说什么游戏 这个,这个没什么变化,这个卡啊,还是要看游戏具体而定的啊 这下来还行啊,反正玩是能玩的,这个游戏真是不咋地好玩了啊 我说不太喜欢这个西剑锤,连女主都没有的西剑锤游戏,我跳不过去了,我要上车 我还没上车呢,好,跳不过去了 嗯,就这样吧,小游戏玩这种小游戏就很可怕了 小游戏超游戏 其实我觉得这个比很多,这个平衡的其他游戏都好玩了 虽然玩的也不是很多 这是蛮有劲的那种 现在这个DX还没上游戏 好玩 很喜欢这种搞笑的感觉 好玩哦 嗯 我说,你摸不到头脑呢 然后说这个生化3啊 嗯,一般渲染,比的都低了 没有开这个反掉出来啊 然后,总体感觉和生化2一样啊 掉阵也有一点改善 它有些地方还是会掉阵嘛 只是有些地方它不会掉阵那么厉害啊 不要过来 你不要过来啊 你不要过来啊 对吧 对吧 无论 옛衣戏 应该是没有掉,没什么掉阵呢 哼 恐怖的效果,画都不理所啊 全身性投入这边 哇,那起来太紧张了 这边就基本上跳过了 瓦数开的也不是很高 反正12瓦左右就可以玩了 之前这个怎么着 也得15 17 8瓦吧 还是有优化的 然后是这个看起来人畜 但其实对CPU就很高的有效 之前是测过这个游戏 当初测过Win3这个性能上限 可以跑到50瓦这个游戏 后来这次更新之后 他居然可以开这个DX12了 之前DX12根本开不出来 也不知道是游戏更新呢 显卡更新呢还是这个系统原因 反正现在能看这个DX12 估计是这个核显驱动的原因 现在现在镜图还是会卡 但是基本上在十几瓦就可以玩了 不像以前要跑到大概二三十瓦 开到才能不卡 好 这都是进来了 为了方是有人说我作弊 我这边是读取进来的 看看这个设计 是中画质 然后调这个窗口无边窗口模式 电池档位是这个六块系统的定层型档 这个二次图图会明显的加快 这边就测一下这个组成 然后不跑 会有点掉针 但是整体来说呢 如果你不跑的话 完全可以扛得住的 这个企业版的这个系统 系统配上这个106指的驱动 对很多游戏的调针是有帮助的 特别是在配合这种自定锁门电池的情况下 它的CPU组配不会大幅的波动啊 也会增强的这个整体这个稳定性了 看在城里返回的路上 它是不过之后就很稳定了 又是不动的 到新地方如果骑得快 可能会有掉针 没去过的地方 但去过的地方 在旁边应该是不会掉针的 从这边走走看一看吧 1953以前在城里是很卡的啊 很多人这个低画质都卡掉 你看现在这个中画质啊 而且是开了川普画的 没有开那个全屏 也不存在这个进不进用全屏运化这个问题 是完全不卡的啊 所以我说这个版本 企业优化系统这个版本是真的很强啊 不知道为什么这个版本就是很强 以前的这些掉针问题 荡然无存啊 真的太天涯神奇了 特别昨天测那个生化危机2啊 以前下楼梯会掉十几针 这个完全不掉针啊 这个 真的是 不知道说什么好 英特尔良心发泄也比较微软 是真的对系统做的优化 可能这样两个配合起来 太长了 我不看下可能 这个是直接浪为太长了 然后是黄牌空线啊 总续感觉完下来这个瓦数还可以啊 我先看的是极致性能 要调低一下 其实没必要怎么够啊 看到这个重点性能应该就够了 一下子瓦数降了一半了 我们这个 优化系统 或者说这个企业版对这个黄牌空载优化的并不好啊 你要手动调下这个电池 刚才瓦数差一倍了 整体来说还可以啊 还是蛮流畅的 没什么问题啊 即使是 10瓦 10瓦左右 这个状态啊 低于10瓦左右 它有时候会上去啊 因为不能一直11瓦这个状态 它 读取一些东西都会 有点变化的 然后是这个 2021这个足球啊 实况足球2021 无需应版本 这个版本看下来 这个 我的这个电池 设计是中高市民了 然后它这个瓦数还是空的蛮好的 因为它有打磨的 它这个耗电还是比较厉害的 但是即使这样 它还是做到一个很棒的一个耗电 因为这个 它这个企业优化 连这个老游戏它都会优化到啊 太神奇了 这个 这个 一个毫无相关的老游戏 它既然能这样 它说明这个底层调度是有改动的 肯定不会为了一个 单独的游戏 甚至是打了MOD的游戏 虚优化 然后是这个 企业版的测试 这个核心装备5啊 这个游戏 文医11 是玩不了这个学习版的 然后这个也是 企业版测试下来 这个主屏还是比较好的 你看这个它准备会上去 但其实瓦数不会上去很多 而且它之后就会下来 说明它调度还是很好的 有需要它会上去 有没有需要它会下来 但有时候会唱的很高 一下这个下来 整体来说还是很棒的一个 控制 因为核心骨的话 它有时候还是需要这个主屏来顶的 它这个渲染很大 大部分其实用的这个CPU 你看这个核显采用了2瓦 其实很低的占用 主要是看这个CPU的 那CPU如果有时候过低的话 它会也会造成个卡洞 所以说还是需要一个很大幅度的 系统自动的 减低这个主屏 不然这个过高了 飞电过低的卡洞 它这个瓦数就很流畅了 好 很好 在12瓦左右 是很棒的用法 然后是这个模拟器测试 先测一下这个PS2 这个PS2的话 感觉比这个PSP稍微高点 PSP昨天测试了4.7 这个是6.7 是开了两倍全然 整体来说还是不错的 可以接受 测试到游戏是完全不吊针的 没什么问题 就跟下一个影子 然后这个是PS3模拟器测试 感觉还是很多档位生 就是这个自定小型档 躲开了 嗯 PS3模拟器的话是20G瓦 感觉 整体来说比以前是 30G瓦这个运行好很多 你看我这个就25瓦 是基本上能到60的 嗯 搞定了啊 测试测试基本上就到这里了 我觉得我应该还会再做一次 因为还有上古卷轴没测 这个上古卷轴其实测下来 现在表现也相当经验啊 大家可以期待下次视频 一个系统做三次视频也是蛮厉害的 谢谢大家啊 哈喽大家好 本期视频是野蛮优化系统 文石企业版的这个优化测试和教学啊 先说到这个结论啊 这个结论就是这个系统版本超强啊 不管是续黄和游戏帧数都有一个比较大的提升啊 比如这个智狼 之前是比较卡顿的啊 很明显的掉针 现在 开启这个锁平电池 就是把电池锁到这个3300左右 然后再配合这个1069驱动啊 是不闪退 而且稳定的一个 帧数状态啊 基本上不会掉到四几帧的情况 平时这里都已经开掉针了 这边深化优化幅度 一度以为我是搞错了 这个没搞错 设置和以前一模一样 可能是1069可能是这个系统啊 导致这个要深化二 升速一点也不掉了 看到没有下道具 就掉了两三升 而且我这个是极致性能啊 也就是平坑档 等于是系统或者这个驱动 大幅的增加这个深化二的这个表现了 现在这个优化是真牛逼我靠 不掉针啊牛逼啊 然后是这个火影啊 这边5瓦其实就能30帧了 还是蛮流畅的 反而是60帧有时候会掉针 感觉还是30帧比较流畅一点 这个策略可以有两种啊 开这个中高性能 把这块砍到最右边 然后尽量跑高属屏 还有那是更高这个自定锁屏 自定锁屏的话 基本上不会掉针 可以稳定砍的这个30帧左右 但如果开那个中高性能的话 瓦数会相对低一点 但是就说可能不啊 现在看是23瓦左右 我们看一下这个 中高性能 它静态的话是可以到17瓦 就基本上是蛮稳的 但是如果你动态动起来 它可能就会掉针 轻微掉针了 所以说看个人喜好 现在怪物六眼测试啊 吃了你低高画质 又是这么一时啊 就第一个开口 其他都低了 没关系 然后如你们所言 走到这个丛林中间啊 中间 中间 就说上次车在门口车不准啊 走中间 Boss也在啊 基本上是一个23瓦左右的一种 2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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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 24 22 24 25 24 25 24 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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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瓦左右啊,就是各档位的怪物猎人新系统它的表现了 这是金属测试啊,和之前的话,感觉瓦数是低了点,之前很难到这个17瓦则 现在最低可以到17.5瓦,幀数的话差不多,换了启动感觉也差不太多 现在是1019的一个驱动啊 完这个应该是不跳出的,然后 各方面也都还好,然后系统的话整体可能 比之前低个半瓦到一瓦左右 可以看看续航,玩这种2D小游戏应该是在2-3瓦左右啊 然后这边是PSC模拟器,这边是默认电器,然后 7000多开玩笑 然后切成这个 最大节能的 从7瓦变成应该5瓦 4.9瓦 好像这个 要比之前这个Win10系统更节能啊,这个 大企业吧,之前测的话 是5瓦左右,有可能我关闭了这个WiFi 在总体来说,会比这个更节能一点 之前怎么测都是5瓦,断不了4瓦左右 好,好,好 好 好